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条最新的消息说这个马里的过渡政府宣布与乌克兰断交 应该是在他这个就是发生军事证判之后成立的这种所谓的过渡政府 马上宣布了这条消息 有关这个事情呢 斯蒂文接着想发表一下他的这个事情的看法 交给斯蒂文 对因为这个消息我其实是在国内的那个媒体里面看到的 我就很当时我是感觉很很有趣啊 因为这件事情这个马里为什么会突然跳出来 就是要和这个乌克兰断交 然后后来我看了一下 大概是因为就是在马里北部的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非常激烈的就是他这个军政府过渡政府对吧 他这个政府军和他所谓的那个反叛军之间有有那种激烈的交锋 然后当中呢他政府军应该是雇佣了瓦格纳他这个军团 来帮他进行地区的这种安全稳定的维持 然后接下来就是因为在最近的一场战斗当中 他这个瓦格纳的军团 以及他这个所谓的过渡的政府军 遭到了乌克兰就是军方的一些阻击 导致他们就是导致他们在这个国内维稳和打击反叛军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当中 遭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损失 这一点呢就是在最近几天 乌克兰他这个军方啊 他就自己去批就披露了说参与了马里对抗 就是参与了在马里对抗他这个过渡政府 以及瓦格纳军团的这个军事行动 所以才会导致就招致来这个马里是吧 对对乌克兰他这个军方的这个声讨 以及同时跟乌克兰进行了这个断交的这个处理 所以就是这个的话 其实让我感觉还蛮深刻的几点 第一点就是你看这个乌克兰啊 他打击俄罗斯他现在已经不是说 虽然我们看就是从一个大的面上看 这个乌克兰还是在一个 更大程度上的是一个防御阶段 对吧 但是他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小战场 他是在主动出击的 而且是他们是有非常多的这种军事行动 是不限于在这个乌克兰本土在进行当中的 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就是乌克兰 他在他现在对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 针对俄罗斯的这个抵抗 就已经是扩大了他的这个范围 也就是说他可以在很很长的一个距离当中 就是他可以进行一种长途奔袭的方式 来打击俄罗斯的这种军事实力 无论是俄罗斯的这个官方的这些军队也好 或者是这个瓦格纳的这些军事集团也好 他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乌克兰 他其实都是在进行一些有效的这些军事打击来 不管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总之对于俄罗斯他的这个军事部署来说 绝对是一种阻击和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一种干扰吧 所以这个我觉得在就在乌克兰的这个军事战略方面 他其实已经在潜移默化当中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然后第二点的话 其实我感觉就是乌克兰他这个军方 他在就是俄乌冲突俄乌战争的 这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就不管是第一个他的这个军事实力 他的这个国防实力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情报实力 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增长的 因为我们就说了嘛 这个马里是吧 马里这个冲突 如果说我们不去关注的话 我们可能只知道他发生了一个什么军事政变 然后就是雇佣了什么瓦格纳的军团 来帮他进行这个军事维稳 但是具体情况 我们我们就是如果不去深入了解的话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但是你看这个乌克兰他这个军方 他可以去 他就是他搜集俄罗斯的这些军事情报 包括瓦格纳他们之间互通的这些情报 他可以精准的去阻击 甚至就是瓦格纳在马里的这些军事行动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 叫什么军事情报的这个搜集能力 以及分析能力的支持 才能去进行这一方面的这个军事行动 因为我们想一下 马里对吧 这一块这个非洲的这一块地方 如果说你没有非常完备的这种军事情报的支撑的话 你一个军队派过去是吧 当到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军事上面的支援 人身地不熟的你就敢去执行这些军事行动 这个其实说起来就是天方夜谭 所以你必须就是你对马里这方面的这个 比如说他的军事架构的这种组成啊 然后瓦格纳的这种军事部署啊 以及他现在就是比较激烈的交火地区 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你都要非常非常的清楚 你才敢去长途奔袭去到那里去阻击这个瓦格纳军团 所以其实就是我感觉 乌克兰在这一场俄乌战争当中 他绝对就是积攒了非常厚实和强硬的这种实力 他才敢于去做这些 之前他根本就就是让我们无法想象的这种动作 当然就是他背后我不知道是 他之间跟美国之间的这种军事互通 是不是也给他们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他们现在既然敢于去做这些动作 就我们可以想一下 如果说这个乌克兰对吧 他的这个军事实力 他只够于被动防御 或者说是应付俄罗斯 那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种精力跟实力 抽出一支部队来去奔袭到这个马里 去对抗瓦格纳 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应该是乌克兰 他们对于他们的这个军事实力 已经有了非常强力的这种巩固 他们才敢于去派军队出去 所以就是从这个新闻来看 我觉得乌克兰他现在在 就是在西方这一系列的这个支持上面 包括他的这个防空导弹 对吧 然后他的这个地面装甲 以及现在的这个空中部队的 F-16的这个部署 我觉得就是他逐渐在这场战争当中 就变得有刃有余了 所以他才敢于去做一些更加激进和大胆的动作 来打击俄罗斯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齐龙士先生 好的 我呢之前确实也没有关注到这个 就是就像斯丁恩说的 他首先代表这个乌克兰 他还是有辖顾及这个俄乌战场之外的这些 这种怎么说呢 体现出来一种这个复杂性啊 就是说你看马里的那个地理位置 他在非洲的 就是北非的中西部这个这个内陆地区 说白了很有可能 那是作为俄罗斯后续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这个这个战略节点 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说在这个乌克兰本来就算是比较娇着的状态下 但是一是像你说的 他有侠顾及 说白了这个整个战场的这个深度 或者说这个就是战略深度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还要深还要广 这是确实之前比较难注意到的一个事情 因为这条消息呢 也确实给了重新提供了一个一个角度 这个是之前很难注意到的 好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还有一个其他话题 我们稍后见